第一次近距地看到猫头鱼 它们受伤在养伤 这就是最古老的炭烤龙鱼 大家好 我是巧娘 一开始首先声明 已经本人同意 善用我的名字 坚决提告 到了 这里是台中雾峰 名副其实雾峰 还没有下雨 就开始起雾了 这里是青铜林东山步道 这里是九月才开放 我们第一批客人 彩彩你来了好乖哦 这里也是台中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今天带大家近距离接触猫头鱼 我们刚才是想买猫 因为是白天出现晚上休息 这两个零气才是我们提的特征 这你不用信任何心 那我们今天掌群主要是展出 六头猫头鱼 那最长片猫头鱼就是零角椒 零角椒 我们标本就在那边 有四种是我们前三地区平定 还有猫头鱼的蛋 帮出生五天的猫头鱼 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出这些真重的猫头鱼 猫头鱼长得真是很漂亮 这边还有猫头鱼的蛋哦 小费 你长大了哈 好怪哦 小费 过来吧 哎呀 谢谢你的 没什么没什么可吃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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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哎呀 没礼貌了没礼貌了没礼貌了 没礼貌了 你想吃什么 我喜欢你的味道 咖啡咖啡 吃咖啡 好谢谢 太太你要吃吗 这什么种子 山河玫瑰 这么漂亮 这么漂亮 漂亮 摩托鸥一属村 这个布豆是刚刚开放 才完成了一属工程 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去看看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雾峰 真的雾雾的 非常的漂亮 今天下雨 很有诗情画意 打雷了 每一个布豆都可以穿过去 走在这里 仿佛都在原始森林里 看 让人感觉心旷神移 台湾自然环境的保护 真值的提倡 这个山上是扭力最多的地方 如果晚上来会看到更多的动物 下雨了 你看这是什么果实 弱门境 有一点像构树的果实 但是这个很大颗 绝对不是构树的果实 这是什么名字啊 黄梦 黄梦 我们从猫头鹰 艺术村部到那里上转了一圈 从青铜林东山部到这里出来 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下小雨 不容不热真的非常好 这里是很多网红大大的东西 这里墙上到处都是猫头鹰的 刚才是肉贵啊 好漂亮 哇 现在我们来到山的主人 黄老师的家 黄老师是农艺 也是潮艺艺术家 我每次接触台湾真正的农民 都会让我刮目相看 农民保留了最古老的碳烤龙岩 我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很稀奇 这个味道有碳香的味道 要烤四天才能烤 哦 好多哦 它这一个炉 四面是透风的 但是下雨会下不进来 都是用最大颗的果实来烤 都有附近的订单 不够卖 看好大颗哦 因为完全无浓药 看烤出来这么多 这要烤多长的时间 烤多少天啊 跟我们自己设的完全不一样 能闻到一股淡淡的碳香的味道 这么多都没有装包 可能是刚烤出来还没有风口 凉透了才能装小包 一包是一斤就 就这一包是250块 做好了台北一个人会拿走 回去分给邻居朋友 这就是农民大哥的家 人称黄老师 也是陶艺工作室 你看这个墙上 完全都是动物的头像 这个完全是用龙眼制作 非常的低针 这一棵是用香蕉做的 用干了的香蕉树和叶子来制作 所以瓜木香菜 农民也是艺术家 大家又开吃了 这是晒干的 很大哈 不错 吃起很甜 果肉比较甜哈 比较 这是陶艺老师 黄老师 也是这里的主人 农民大哥 这里还有 我刚去看你的碳烤炉了 那里面一次就烤多少斤啊 就看你的设备啊 我看你里面已经快烤好了 里面没有烤好的 烤好的 就是我们每年的量都不多 没办法做很多 用碳烤很香 可是它吃起来的味道会比较浓 那个碳烤焙的那个 会比较那个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下雨下的都弱了一些哈 弱很多 对 都不用剪哈 都一直挑掉啊 一直挑掉 就是一直弄一直挑这样子 我们省坡加山也弱了很多 我们都也不用了 你又没两包 我不要加油 两包五百 就两百多包哈 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的设备就是 除了说你的设备跟那个什么 要增加嘛 对对对 好的做法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他们后面都有很多是改良的 对对对 他们都是改良 所以他们 我刚才有去看你那个炉了 刚开始 烘焙那个龙眼的那个 对对对对 就是用这样子 设备很简单 但是就是传统人力的那个 然后慢慢去把它 把那个水果烤干这样子 看我们台湾尊重的农民就是这样 用一个三分就是陶艺老师 他非常与善心 自动把自家的山做了动物收容所 我带大家来看看会讲话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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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拜拜 我过来看猫头鹰 看 这就是猫头鹰的本质 还有一点紧张 看见我 这有两只 如果你捡到受伤的动物 就可以送到这边来 好可爱啊 两只猫头鹰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猫头鹰 雾峰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大家有空有闲 一定来走走看 这里是青铜林 我也是第一次来 下完雨的青铜林 特别美特别漂亮 这个时候你都会觉得 一只手机不够硬 相机咔嚓咔嚓拍不完 这是木瓜 这是芭蜡 我以为是柠檬的 它都不吃都烂掉 这一座山都他家的 对 这么大座山可 怎么能做得完 因为可以躺着 对啊 我刚才拍一个很好 春不老 春不老 他们讲话都会忘记 正常 避孝江 避孝江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花 真漂亮 结果 春不老开花 这是它开花了 月桃 月桃吗 这些月桃的种子 我知道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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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图楼柜 是银香 这不是图楼柜 是银香 这块木瓜更厉害 不知道什么鸟下的蛋 这是雷公公吗 今天看了好多个菇 应该是都可以吃的 这个菇长很大 可以长到小足球那么大 大家都没有 我听到了什么动物的叫声 下雨没鸟叫 最天然的蜂窝 真长得漂亮 你看 版面是这个样子 纯粹的天然 但是里面已经没有风了 雾风的青铜林 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看 今天我们来的真是下超大的雨 下雨天更美更漂亮 水都流下来 雾也起来了 真是名副其实的雾风 美轮美患 大家有空有闲 一定带着孩子 在天气好的时候来玩 因为我们当地人知道地理位置 所以可以下雨天过来玩 你们要在好天的时候 带着小孩近距离接触猫头鹰 看猫头鹰疗伤 好了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